江江三人行 最近啊 法国人 我所喜爱的法国人 也给我们中国人道歉了 你知道吗 对啊 你还喜欢他们吗 当然喜欢 很喜欢 老这种事 不是他道歉 咱们可以和解 对吧 老佛爷嘛 老佛爷 我才知道老佛爷 谁反应的 不知道 但是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 想把它形容成就是那种 哎呀 是个老佛爷去的地方 好像很高贵 但他原来就是 对不对 他是一年来的 对 那台湾那个拉法夜舰 是不是就是这个 老佛爷还造军舰吗 不不不 这是个很常用的名字 这一个常用的名字 张生记啊 或者是 对 这是很常用的一个名字 李景记啊 当然都叫拉比 这中国游客嘛 跑到那去 拿钱 买东西 结果呢 他们的验钞机 是不是出问题了 还是怎么着 说咱们拿的是假钞 对 假钞结果就报公安 报法国公安局 法国派出所 把他弄过去 弄过去之后 听说还让咱们公民脱衣服 脱光衣服去检查 对 所以他们觉得非常受到羞辱 就是 咱们看看这两张照片 对 这法国 这个老佛爷 你看 出来道歉 道歉 向中国游客道歉 然后咱们再看下边 这是这个道歉信的这个内容 你看上面 所以他的问题呢 就在于呢 就是第一 你的这个验钞的程序有问题 二来呢 你去警察局之后 就算是用伪钞 也用不着叫人家脱衣服 而且你是 整个程序上就有问题 所以大家都觉得 这是个种族歧视 就是说你好像认定了 中国人 多半用伪钞的话 说他们用伪钞 那多半是很可信了 就你觉得一帮中国游客 都有可能用伪钞 然后呢 到了后来呢 你就寻着这个偏见搞下去 搞了半天 才发现原来弄错了 我看见一个人 是伯克 你们说他的观点 对不对 他就说 当然 这法国人 这次你也有错 你跟我们道歉 这是应该的 对吧 但是 就说从另一方面来说 什么我们中国游客 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些 自己的行为 就是说 要知道法国的这个新闻 这个事件 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下发生的 第一 是法国现在对这个移民呢 采取这个比较紧的政策 大批移民就涌入法国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 大批的中国游客 咱现在不是中国人 惩罚全世界吗 就去 然后就是说 好多人买那个LV包 中国女的 就排队啊 就是在那个卖LV包的那个门口 对 或者是中国女排队 香港也是 有的中国人 跨好几个 LV包还去 看 跨着刚买了 LV包 就去看 他凭你本护照 好像只能买几个 有些人就拿 好几个人的护照 就 就买好几个 然后他说 这看在法国人眼里 法国人极少这么 消费 所以他会对你这个中国游客 有一种什么 是不是爆发户 还是一种什么 不大好的 不大好的 印象 可我觉得就是 你说 那个拐着吗 有钱 我把你的店买下来 你又怎么着呢 不 这是两回事 我觉得这两件事 要区分开来讲 你讲的就出去的 这个文化形象 或者风俗 这一方面是问题 我们可以一会儿再讲 但是前面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们搞错地方了 道歉也道错地方了 这个整个事情错 在我看来 它主要不是这家店的错 主要是法国警方的错 如果他的警方碰到伪超案 都要全身收查 任何什么人 你美国人 德国人 也都全身收查 那就没错 对不对 假如他有什么规定 但是如果说 他碰到一般的 比如法国人 自己的人 或别的人 他没有这样收 偏偏碰到你中国的游客 就要你全身 而且是一对新婚夫妇 我们大家 这个很刺激感情 那个年轻的女孩子 新婚夫妇在那里 关了五个小时 我觉得整个事情 是法国警方的执法有问题 那当然 这个百货商店 把它报警 是不是一定需要 这是一回事 但这个整个事情 最刺激人的是这一条 对不对 而现在法国警方 没有任何的话 咱们这里的大使馆 法国公安应该道歉 我们的大使馆 我们的政府 也没有向他们的政府 去提出什么交涉 而且盯着一家百货公司 现在咱们交涉的是旅游协会 交涉的手段说 你不道歉 我们以后中国游客 再不去你这家商店 然后这家商店就怕了 就说好好好 我们道歉 然后我们送这两个人 再到巴黎来玩一次 是吗 对 有这好事 你也想去背 不是好事 你发现没有 你发现没有 整个事情里面有点 就是说不是对着强者 错的地方 而是在你商家 你一听说要抵制 他整天靠旅游团的 他就赶快给你 我觉得只能说这很对 其实这件事 我觉得像你刚刚引述 那个博客 那个说法 当然不能说全错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有时候 遇到这种事之后 我们现在中国人就是 要不就是这个 民族情绪很强烈 那么批判法官 要不然呢 批评国民性 我觉得都过头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批评国民性呢 你当然可以批评 从很多事可以批评 但是问题这件事本身 我们要关注 就法国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他的警方也好 老婆百货公司也好 他真的是有民族偏见 他是歧视 他绝对是歧视 而这种歧视 不论是任何国家 歧视任哪一个国家 都要谴责的 都是要批判的 对不对 是是是是 这绝对是歧视 尤其是你警方 你代表政府 对啊 公权利 这个民众要反抗 你不合理的使用公权利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这绝对是歧视 咱自己警察没法反,反正法国警察还怕吗,对不对,所以咱们是有网络公安,可以理解,法国公安最近也是比较崩溃,咱们很多事弄得,他们忙活不过来,法国少女闹事,你们听说了吗,法国,我跟你说法国,对,我气了,法国现在有个新娘子不穿衣服,就那个上次你们放了她照片了吗,结婚了人家,伯母啊,结婚了,就你打马赛克的那个, 哦,萨克奇的妇人裸照也被上网了,也许他们警察觉得他们这个民族不穿衣服,不那么一回事是不是啊,就是法国燕照门事件,住在法国总统妇人的头上,这不得了啊,而且就是说,我说法国那是一个,不是,我就说在法国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类的未来,你知道吗,什么未来呢,就是说男女啊,以后彻底的我跟你说,风水轮流转了,你觉得现在,法国,我给你看一个照片,咱们看这个少女的照片, 啊,你看没有,这位少女什么范儿,但是这位少女跟记者声称,她只是旁观者,说什么呢,就法国公安接到报警,说在法国,在巴黎郊区,打起来了,说少女,帮派火拼,你知道吗,然后警察赶到现场,惊呆了,发现现场,上百名,全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子, 拿着螺丝刀,铁链子,棍子,打砍刀,哇,这就是,打群杖啊,这就是,后来说,警察说这,这怎么,怎么意思呢,说为什么呢,说啊,原来,你看人家,法国这少女,就是在,她在郊区,就是多移民的地区,你知道吗,那很多是北非移民,是吧,对,对,对,什么地方人都有, 然后原来,原来在她的巴黎郊区,还有这个风俗,就说现在少女帮派,管着什么呀,男,男孩,那都是他们的羔羊,那么说,你们那个区的,就好比你朝阳区的,你不能到我们海淀区这儿来,泡我们的,抠仔,抠仔,抠仔,这叫北京话叫戏孙,你知道吗,咱海淀的孙都是咱们的,对,我们这儿的男孩,是我们的,我们这里个个是其他内,对,就是说,你朝阳区的,你跑我们海淀区这儿,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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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钩仔,就打了一顿,打了一顿,然后你知道还讲述,跟香港这帮派差不多,还讲述,就说前一阵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的邪斗,大约是十几名少女,就讲述,就怎么着,不能到我们这儿来找男孩子,打了一顿,对,但是,没有打出结果来,然后双方约定,改日再战,改日就少聚了上百人两大帮派,就少女情斗,少女情斗,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 就说没有现场镜头,男孩子,他那个男孩子,做何改小呢,他觉得反正现在是母戏所回事,回到母戏所回事,法国男人一向如此,你没听说过的吗,法国男人,他在睡觉,女的去找工作,法国男人不像广东男人,广东男人会觉得,咱不像男的,对不对,女的出去找工作,我在家里睡觉,不好意思,法国男人觉得,我这晚上挺累的,你去找工作吧,你们打,这不由得让我瞎解,还真是这一路数,你记得吗, 毕加索,当然他不是法国人,但是在法国发生了事吧,毕加索不是吗,有两个女人嘛,什么都爱他,他就爱搞这个嘛,然后有一天,有个女人跑到他画室,毕加索站在梯子上,正在画画,说,你说,你到底要他,还是要我,毕加索说,你们打吧,决斗,决胜负,他在画画,俩女的在里画画,所以要不是好多女的都特别烦毕加索去,老叫人打架, 大家,咱们接下来广告,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讲回这些游客,中国游客出去的心理,真是,我看这个新闻就很矛盾,就是两面,你这样想想,那样想想,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一方面呢,你真的觉得有时候蛮傻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游客出去,真蛮傻,人家真的在笑你,就像你说的那种,很多人排队在买LV啊,然后卖,然后有很多大款出去,就是说,我最贵的酒店,一晚上一万块啊,什么,你住到最贵的酒店了,人家还在笑你,你明白,你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嘛,你脱鞋啊,什么,你很多态度啊,你就没到这么一个生活氛围里面,你跑进去,我跟你讲,我就亲身碰到有朋友出来了, 到香港,他说,下午啊,四点多钟啊,我们说我们去喝点咖啡啊什么,他说哪家贵啊,那我说半岛贵啊,就跑到半岛去饮茶了,他一坐下来就说,鲍鱼,鲍鱼,我要鲍鱼,啊,真的啊,四点钟,真的啊,半岛下午常常有鲍鱼啊,他不知道嘛,他就觉得他要用最贵的东西,就这种心情呢,你有时候你看到,尤其是自己同胞,你就会,我们就会有一种心,因为我,一样嘛,咱们都是一样,所以人家带一个有色眼光来看一下,但是反过来呢,另一个角度, 来讲,你有时候真的很气,你真的会看到,就像你刚才讲,你看到会有受到歧视,我有一次在菲律宾机场,转飞机,菲律宾警察就把你当犯人一样, 就是因为你是,你是中国护照,他,他,他把你啊,护照收掉,就是你在那里后继的时候,他把你收,他好像怕你,怕你跑出去,怕你跑到上厕所,他都得这么跟着,这是很侮辱的,但是你知道在外面碰到这种事情,这是一个方法,你说实在话,我们得承认一个现实,所有的朋友说,你拿,尤其是PRC的passport, 你会受气的,但是受气,你不能诉读感情,你不能说,你歧视我了,然后我就跟你动,他不来跟你讲感情的,你只能抓住个例,就是说你能抓住一个实证,是他在对你不公平的,那就是你凶,你可以告他,你可以对他反抗,但是你要是仅从感情上来讲,我一看就知道你歧视我了,他说我没有,他肯定态度很和蔼的,把你气得要命,就是说他, 维权呗,就是说你,你维护个人权益,你得知道人家的这个游戏规则,他外国人不认情,不讲,不讲常规,不讲常理,他就是讲规则,你这件事情,最简单的,你要是能够查到,他警察,不是每个伪超案,都脱衣服的,那你就有理了,你就没脱衣服,你想起来,还有一件事,也很好玩,就最近香港出了一件事,还离我家不远了,对,就有一个大排道, 那附近呢,就有,来了四个中国内地游客,这四个内地游客呢,就吃夜宵,吃完夜宵,喝酒喝醉了,我想是,到了一个便利店里头,买点烟呢,还什么的时候,看到一个本地香港的姑娘,觉得身材挺好的,突然就伸手去抓,然后呢, 对,然后呢,这个女孩的男朋友看见了,那当然不干了,就干起来了嘛,那后来警察就来了,很快就,警察来了,把他们抓到警车,这四个游客还挣扎, 然后这四个游客呢,那记者也来了嘛,都拍到,这四个游客说了一堆莫名清妙的话,说什么话,就问这些香港警察, 啊,你们干什么,这样子抓我们,怎么,这都不行吗,你们还算是中国人吗, 真的,真的,真的,我,大伙子傻了,什么意思呢,因为本来呢,我们香港人给人问这句话,就问习惯了, 香港人老给人问这句话,你还是中国人吗,但你在这个环境下,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香港女孩凶不让你随便抓,这还能算是中国人吗,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就不懂了,这就叫什么呢,正义凶凶, 你知道吗,好多人呢,因为我们的语言说实在的,太,太单调, 当我们表达义愤的时候,我们这个,他什么义愤啊,不是啦,宋物人还义愤嘛, 他到了这件事情,他可能做错了,但是内地来的游客, 到香港,到澳门,心里有一种,外表表现出来的愤怒跟不满, 其实心里是自卑 你知道因为钱啊各方面 他隐隐地感觉到 你们在歧视他 比方说有个朋友就这样说过 他说我到店里去 我会一些广东话的 我跟他一说广东话 那个店员就用那种 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来回他 他反而 人家其实可能是好意啊 可是他反而觉得人家在侮辱 就是说你怎么 好像意思说我不会讲这个话 你讲的那个话 你们看这个东西都好 听上去他好像在骗他 其实这是一种心理作用 这是一种自卑的心理 其实这种自傲跟自卑是混合的 所以发生在香港 这个心理就更加复杂 你知道 而且就有的 就像你们从外国回来的 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这一代 这个时代 包括比我再大一代的人 我们有一种上纲上线的教育 你知道香港人不会的 对吗 我们的那个思维方式 是上方上线 你们看不起我们啊 我在那个罗湖海关 就碰见过 是吧 就好像 我感觉这个女士 她是一个从美国 回到中国的这么一个中国人 然后大概是因为手续问题 这海关把她截住 在处理一些事情 就像你说的个案 它就是这个嘛 对吧 但是我听这个女的 一直都在 我听了一直都在讲 这个什么国家政策 他讲 我就说中国到现在 还这么不民主 不自由 没有人权 为什么这样 你知道吗 他说的这个 这些个 我说叫正义汹汹 就我看着 你说的这些个事 跟海关 人家现在跟你办的 这个事 没什么关系 我想起来前阵子 我们很热闹 陈冠心的事 有些网民也是这么说的 说什么 有人说 我们大火战子 看人家私隐 不对 什么时代了 我们中国到现在 难道还没有言论自由吗 还没有这个 看人家私隐的自由吗 我们魁汹 我们就是爱魁汹 怎么样 我们中国人现在要站起来了 没错 这是膨胀的民族主义 这是一种很深刻的 有时候你看 咱骂人 都容易骂出这个 上纲上线来 就像说 你还是中国人吗 其实中国人 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但是我在很大的晚会上 就听到有人唱这样的歌 大概的歌词就是说 就是说我是中国人 我了不起 我幸福 我是中国人 我听了这个歌 其实严格说来 这政治不正确 那人家 人家朝鲜人 那怎么了 就惨了吗 那朝鲜人天生就跌倒吗 他们就比较悲惨了 你没办法 你用这样的歌来唱 当然我们是受欺负 我们多少年要自信 可是你这会 其实它背后隐含的 这个意思 其实你应该唱 我们都是人 对不对 我们都是人 也不能随便杀狗啊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说 当然也不能光说中国 法国他现在也闹起来了 他也是我们法国人 对 我跟你说 法国总统 法国总统怎么样 萨克齐 萨克齐 我再给你看照片 我老听住人 萨克齐 他现在看上了 这是萨克齐在参加一个农展品的 一个会 一个活动 就是跟人握手 你看再看下一张 这萨克齐 什么词都说出来了 下一张 咱们看 这萨克齐不是介绍 你看他跟牛在一块 就犯了牛脾气 就是握手嘛 总统就足够跟人握手 然后握到一个人旁边 那个人来 可能是不尿你这胡 那个人说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我他不跟你握手呢 结果你知道 这时候萨克齐冲击人说什么 你个白痴 滚蛋 骂起来了 他吵架 他还说了很多脏话 对 在镜子记得面说脏话 就跟这人干起来了 好吧 滚蛋吧 什么什么 这些话都出来了 都出来了 asshole 那等于是英文的 都出来了 但这个东西 后来闹大的时候 大家就讨厌萨克齐 现在萨克齐现在法国名望很低 你知道为什么 就你从某一个角度 你可以说 哎呀 这个总统很帅直 他有什么性格 都要表现出来 因为他不是厉害了 去年就已经骂过人了 但是现在呢 大家不喜欢是什么 就是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 我们老是觉得 这个人怎么 他的私生活跟他的总统之间 好像混得很厉害 比如说像他那个老婆啊 那本来呢 那个他娶个老婆也挺好的 对吧 在别的国家人家觉得世界没事 但是法国人不买这个 法国人是觉得 你自个的事是你自个的事 你关起门了 你爱干什么 咱不管 你别天天闹着 你就拿出来曝光 所以他也是个家世国世 天下世事实关系 枪枪三元行 广告之后见 就不光萨克奇啊 还有北师大教授呢 联想都很快 我发现现在全世界可能进入一个粗口骂人的一个时代了 北师大一教授写了个什么学术著作 然后呢 另一个学者吧 就反正把他这个学术著作说的个一无是处吧 但是这人就在博客上说 我要教授做回畜生 是吧 太生气了 就侮辱我的学术尊严 然后就骂他 你说萨克奇骂你asshole 他就骂那个他的那个批评者就叫 你是个asshole教授 就这么骂呀 而且人家记者采访他 说这不是学术争论吗 为什么要这样骂人呢 然后这位教授说 我只能用谩骂来治疗心痛 我心痛啊 你批评我 这在某种程度上 又是跟博客有关 所以现在博客这个东西了 就是网这个东西了 我们的好处都享受了 可是他对我们的 既有的社会秩序的挑战 一步步都显示出来 因为本来这种啊 要么你私下骂 要么你写文章 你写文章编辑就会教你修改 没有一个杂志会发表你什么 你说人家阿姨 屁了屁眼的这种文章 可是现在他发在博客里 博客好像他的日记 你们是在看他的日记 我在日记里发 还不可以吗 但是这个明明又是公开的 又是社会的公众的 所以公司的界限 本来人类几百年建立了一套 公司的次序啊 现在就是面临的巨大的 可是也有另一个问题 现在我觉得这些学者呢 本来你学术讨论呢 大家会觉得有行规 当然你可以说 这是我的博客 我个人日记 我爱怎么骂就怎么骂 本来这个也是对的 但是私下也是不对的 因为这是有行规的 我觉得今天就是大家很多 我们很多行啊 都没规矩了 就比如说像讨论 其实不止学术讨论 我觉得任何的理性讨论 平常我们讨论呢 都是有规矩的 但是这种网络出现 这种网络你平常我们 一般也不用负责任嘛 这个上纲上线 你刚才说那种上纲上线 什么个人动机的文革式的猜测 跟阅读 然后用粗话骂人 人格武术 人格武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